吳宗憲也是基督教徒 但因為工作忙沒時間去教會 他也說心裡就有教會 有時間都會禱告 雖然沒有參加宋一鳴的一起發光協會 但提到奉獻他相當大方 這個禁在不言中 對 我們的奉獻可能不是你們所能想像得到 對 你慢慢去思考你就知道 吳宗憲雨淡曖昧 只表示一切靜在不言中 金額也不是大家能想像得到的 他也坦言想把資源留給大家 讓所有人共同享受 阿伯許小可夫婦閉上雙眼與教友們一起敬拜 他們曾經也是一起發光的教友 如今教會爆發捐款爭議 曾經奉獻給教會一百萬元的他們 去年初一起離開的教會 夫妻倆在臉書發文 透露在擴堂過程中感到不平安 才決定離開 也沒有要回奉獻的錢 因為他們相信 那些是給他們信仰的神 而不是給人 其實聖經當中的確有十一奉獻 就是向教友徵收所得十分之一 作為宗教奉獻 像我的教會的話就是 沒有規定我一定要十分之一 我以前都有十分之一 可是我現在也沒有十分之一 也沒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不十分之一 就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規定我 也有聽過有牧師說 我們的奉獻 當然奉獻出去的這些錢 它都會再成為別人的幫助 我們就很像一個金錢的轉運站而已 沒有硬性規定任何事情 對於教友奉獻金額 一般教會通常都是采資源制 不會硬性強迫每個人該奉獻多少 畢竟最重要的還是虔誠的一顆心 即月新衛時運電腦探 SNG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